你好你好 很久不見了 我還沒看到你 住在玉里鎮的蕭先生 擔心地來看醫生 因為手指頭還看得見 車禍的傷口 這隻會有差 因為它的激艦磨到健骨 當時正要去果園的蕭先生 因為貨車翻腹 雙手血肉模糊生可健骨 原以為手就這麼廢了 直到救護車将他送到 玉里刺激醫院 當下是 其實他是四輪朝天 四輪朝上 它是從窗戶爬出來的 本來想我們想趕快送花蓮總園 但是那時候有聯絡到林醫師 然後林醫師說他可以從觀山 特地趕快趕回來幫我們處理 趕回來的林芝妍醫師 緊急手術後 經過一個多月 每天親自換藥 肖先生的手現在完好如初 當時住院時 醫師鼓勵的話更言由在耳 他說你要相信我 你這個會好起來 不會完全百分之百 但是我會保證你這個手 會和往常一樣 我心裡很感謝 這樣年輕的也是有 這樣的大愛的精神 玉里震雖然人口數不多 但福源廣大 讓唯一有急診的玉里慈激醫院 變得更加重要 像剛剛那個肖先生安倍 那當時他受了傷 他既然也既沒有骨折 那也沒有傷到主要的神經 那這個病患的傷口 在醫學中心的話 可能要排到8個小時 12個小時之後 為什麼因為有些急性腦出血的病患 可能就先進開刀房了 那這邊假如說我們有空 就可以幫當地的病患立刻處理 林志彥來自新竹竹南 慈激大學醫學系畢業後 歷經了大醫院的考驗 最後他選擇留在玉里 還把全家都帶來了 身份病患其實你看到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那其實有很多 你看久的病患 其實都非常的和愛可親 就好像家裡的長輩 好像就是你的阿伯來看 看你一樣跟你聊天 跟你排槓 如今林志彥醫師 成為了玉里鄉親重要的支柱 在玉里行醫第九年 他更勤許自己莫忘初衷 帶新聞雅就請劉洪志 花蓮報導